书界前文 前文书啊就跟您说道 马荣啊到这个北辽来 来找这个白兰 没成想啊碰上一个 外号叫猎户的藩人 这这藩人啊跟他说了一番话 马荣啊心中大惊 说这是马荣就问了 如果说城中一乱 我跟你们干 那这赏钱是多少 猎户一听 你修药兴急 我讲的并非是仙音 一旦兰房搭乱 这金银财宝 还不由你随便的取 马荣一听 如此说来 但一言为定 但不知你何时起事 我与你在何处会齐 猎户这着招来了同伙 与他一番的记忆 这着他说道 我说老荣 你随我来 我现在就带着你去见我们这个头 马荣啊将这个衣袍穿好了 走到了土耳贝的这个旁边 忘记了他不会说汉话 到这边他拱了拱手 委屈你啊 稍等片刻 我有事去去就来 哦对了 你不会汉话 两个人离开之后 这个猎户引着马荣 走过了两条小街 进了一座庭院 在一栋房子门前停下来 猎户去敲门 没有人呢答应 于是他推门而入 招呼马荣啊 紧紧的相随 两人呢 于这个两张啊 裹着羊皮的凳子上坐下来 这着猎户说 我们再次稍微的坐上一坐 你别着急 一会儿的功夫 我们头领就来 我现在给他发个短信 还有短信 马荣一点头 耐住了幸福 准备酒后 突然之间 就在这时大门撞开了 一个大汉冲了进来 见了猎户 口中了唠叨不止 说这时马荣就问了 猎户 他是什么人 所言合适 我怎么听不懂 猎户面露这个忧色 他爷跟我们是同伙 是我们头领手底下的弟兄 他呀 说的真切 现牙现在 拆牌牙役 不知何故 今天晚上 要将东方 搜一个挨门诸呼 马荣一听啊 趁机跳起来 哎呀 要是那 我跑吧 如果说官府 查到了此处 我命休矣 今天晚上 全钱避避风头 明天没事 我再来拜访 只是这地方 好生的难找 还望指点 路径才好 这个猎户一听 你只需打探 吾尔金君王 就能找到此地 好好 如此说来 告辞告辞 我们后会有期 马荣啊 出离了大门 一口气 跑回了县衙 不过在这个路上 也得啊 赚点磨磨 赚点啊 弯儿 为什么 怕这个身后 有人跟着 尾随于他 他就甩掉 这个椅子 说这这敌的人 正在书房啊 孤登独队 宁思竞抢啊 一看马荣回来 紧皱眉头说道 陶干跟方正 施方才来了 报说东方 巡查没有结果 陶干又去这个南辽巡访 各家的院主啊 军城近半年来 从来啊 就没有买啊 一个姑娘 你去这个北辽多时 可曾打探到 白蓝的下落 马荣一听 没有 不过我却听到 一顿奇闻 怕是不可全信 但是也不可不信 于是他就将在北辽啊 偶遇了一个猎户等人 这个情节 原原本本的 讲书了一遍 第一大人一听 不以为然呢 翻湖各部落之间 勾心斗角 互相请假之事 常有发生 那一帮亡命之徒 兴许要借刀杀人 消除异己 故此拉你啊 入伙 你可要 当心 小心啊 受骗 不当马荣啊 开口争辩 敌的人又说 明天早晨 你陪我 跟这个红残局 咱们去东郊 你授钱 田庄啊 咱们仿生一仿 夜间 你可再去这个北辽 将那个翻湖的头领 来龙去脉 打探一个实在清楚 说要简言 敌大人呢 转天早晨 起来之后 洗漱完毕 弄办了早茶 正打算打叫 去这个东郊 突然就抱有啊 倪夫人母子 应约前来 献牙求见 敌公一听 赶忙的 命了人 把这个倪夫人 让进了内衙 敌大人一看他母子 尤其这个倪山 少年自信 秀歪惠中 敌公啊 很是喜爱 敌公啊 命了倪夫人母子 在这个书案前坐下来 紧接着敌人节 命了这个牙医 去端来了茶 寒暄已闭 敌公说道 夫人 我本想在你 这个案子上 多呀 废些个日子 只是因为 现在 公务缠身 心有余 而力不足 至今尚没有 解开化粥之名 不过呢 我若对你王夫生前 情况多有这个了解 恐怕对我审案当中 排解疑难呢 有一些个好处 为此啊 我有一些个话 询问于你 借着倪夫人点了点头 老爷 请问当面 切身我如实 禀报就是 第一 你王夫生前 对长子尼奇 如何看得 据你所言 尼奇乃是一个 狼心狗肺之人 你王夫在世之时 可知道他儿子 心术不正 门府的坏水吗 第一的人 先夫故事之前 尼奇可谓 温温而哑 举止无愧 万没想到后来 竟然如此的 心独手狠 先夫在世的是 见尼奇 朝前西涕 滋滋眷眷眷 总觉得呀 他是一个 至家的好助手 在这儿 我见他对父亲 百依百从的 十分的孝敬 也就满心欢喜 庆幸我们尼门 由此孝子 先孙 哦 原来如此 夫人 那我再问你 尼公在兰访多年 定然有很多的 良朋好友 但不知夫人 可曾能列举 几位的名姓 尼夫人听到这儿 略微的迟疑了一下 老爷 您有所不知啊 先夫生性孤僻 不喜欢啊 交友 他生前每天 善悟军士 去这个田间 查看 耕除 收获 一婴的奴士 午后则是独自 去那个迷宫 消磨半日 去迷宫啊 一去 少了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多你 就是半天 天天如此 从未间断 哦 夫人 想必那宫中 你也去过 你夫人一听 摇了摇头 这呀 没有去过 我的丈夫 总说宫中啊 潮湿阴暗 不让我进去 每天他出得迷宫 就去啊 宅的后面 小花园 小院泥轩当中 一方书案 一中相查 贺者啊 作画 自我陶醉 说起这个作画 我倒想起一个人了 昔日里舍下 虽然说 门可罗雀 然而先夫啊 却长邀一个 李夫人 去这个圈中 评论书画 我呢 也一通前往 因此跟她 极是熟悉 这个李夫人 一生啊偏爱书画 水门淡青 造诣有神 哦 那李夫人 现在还健在吗 她大概应该还在 昔日里 她家离我们 城中的宅邸啊 很近 因此常到舍下看望 此人一向的谦和心善 可怜命薄啊 婚后不久 就丧夫寡居 我仍然是 带字归忠的时候 她有一次啊 从我们娘家 田边走过去 与我啊 偶遇 对我是一见如故 视为知己 我出阁 到了这个尼门 她仍然与我啊 友谊不顿 常来常往 我夫君对我 可谓体贴入微了 关怀备至 她深知我 从这个横门庇护 来到偌大的一个新家 人生地数 不免有些个孤独之感 故此破例 长邀我的旧友李夫人 到家中做客 以宽我幽闷之心 哦 原来如此 你丈夫过去之后 李夫人仍然 与你交往频繁 你夫人一见这么问 面起红云 自从夫君顽固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他一面 所以如此 我之过意 尼其将我 住出了家门 我自觉惭愧 无脸见人 于是领着山儿 归宁攒毙 所以说从此 也就没有看他 狄公这这 一看你夫人呢 动了这个感情 赶忙啊 把这个话题岔开了 如此说来 尼公在兰访 竟然没有一个 知交的挚友 你夫人啊 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先夫一下 喜好这个清静 不跟人交往 不过有一次 他对我演讲 离城不远的山中 住着他的一位至交 狄公一听 赶忙着就问 此人姓是名谁 他从来啊 没有说过 他的这个名姓 我只知道 从我先夫啊 言谈话语当中 得知啊 他对此人 十分的敬仰 把他视为知己 狄公听到这儿 郑重的说道 尼夫人 除此之外 你还知道些什么 忘你再细细的想来 别着急 尼夫人低头想了想 抬头说道 此人一定来过宅子 跟我先夫见过一面 因为他来的蹊跷 故此至今 还能回想起来 先夫在世的时候 每逢啊 十五这一天 在家中啊 接见这个店户 但凡店户 心存不平之事 或者偶遇这个难处 均可在这一天 登门求见 有一次 有一个奴家 打扮的老翁 在这个院子当中啊 后见 先夫得报之后 赶忙亲子 走出大门 宫营 礼毕 携手请这个老翁 在这个书房长旭 好几个时辰都没出来 我思量起来 此人定然是先夫的旧人 兴许就是啊 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头 藏着的一位隐士 不过啊 此并非我等女流之辈 所管之事 所以说我就没问去了 哦 你的人听到这儿 手脸常然问道 尼公书画指不胜区 我思想起来 你身旁定然存有 他的神品书卷 尼夫人文言连忙的摇头 我们成婚之时 我还几乎是一个 目不时钉之人 婚后呢 经这个先夫早晚的指点 我耳目轩然 日将月旧 逐渐的能够时文断字 不过 鲁鱼害致之物 时常还有发生 这些个评论书画之事 自非我能力所及 老爷如果说您打算 欣赏先夫的字画 可以像他大儿子 尼奇索取他宅中啊 少不得有己夫啊 搜索 李大人听到这儿站起身心 夫人 你一路上辛苦 来衙门相见 我呢 也没有什么可谢的 只有啊 决心解开画周之谜 方不负 尼公之愿 令郎尼山 好生的 聪明伶俐 有此意图将来一定 后福非浅 尼夫人 母子 这日站起身心 失礼致谢 红参军啊 送他们母子 出门 等到红亮 回到了内压之后 对敌宫演讲 老爷 如果说打算寻找 尼寿前 树行的书高手计 本应该一如反掌 唾手可得 但是却不起 如此的犯难 我思来想去呢 想当年尼寿前 官拜畜舍 这是畜舍大使啊 圣生遇前 少不得有他的 参本奏语 咱们不行 求助于京师 此难可解 嗯 黄参军呢 你的话言之有理 但是此一去长安 一个往返 这不是一个月 能办得到的 恐怕 缓不济急啊 我思来想去 李夫人既然是 书画行家 昔日又跟这个 尼家来往平反 他手中 或许啊 能尚存 尼寿前 一两幅字画 只是不知的 这位李夫人 还在不在 这个人世间的 现在又居于何处 红参军 我看此事 干脆 委派于你 你得闲事 就去打探虚实 速速的报告 尼寿前的 至交隐居 深山老林 行踪飘忽不定 咱们既然不知 他的姓 也不知他的死活 恐怕难寻觅 今天下午生堂 不知丁家之案 老爷可曾赴神 前一天夜里 这个敌宫呢 朗读了这个丁伟的诗作 在这个字里头啊 也就是说 字里行间有所发现 然而 没有透露其中的奥姆 红参军呢 他出于好奇 急于知道内情 于是啊 故此啊 拿这个话 引到这个敌的里 敌公义时 没有作答 略撕了片刻 起身说道 红参军 实不相瞒 我现在仍然是 方寸不定 章程未定 咱们还是先去成交 回来之后 再做道理 你去看上一看 官教 可曾 打点齐备 然后再招呼马荣 咱们一同前往 红参军知道 再问呢 也就没有什么意思 于是领命而去 敌的人坐驾 马荣洪亮各自上马 一行人等 出离了东城门 沿着田野 慢慢的行走 仿佛就是啊 观看这个情景 看花观景 仿佛啊 多么清醒 走到了一片高地上 前面出现了三叉路口 为了避免 骑路汪洋之物 这阵马荣下了马 问这个路旁的农民 经过指引 这才知道 靠右门 第一条小道 就可以通这个 泥府的田庄 此道已经荒芜了 只剩下道中 一线之地 可以落脚 周围全上 薅草 荆棘 以及拉拉万 这些个不知名的 野草 轿班啊 停下了关轿 这个马荣啊 对着这个轿窗说道 老爷 前面路窄 这个轿马啊 怕是过不去了 部落步行前往 也省得一路之上 挨手挨脚 敌的人下了轿 马荣洪亮 在一棵树上 拴上了马匠 三个人 乘一行 缓步行进 这个敌的人 在头一个走 马荣跟这个洪亮 紧紧的相随 经过九曲三弯 终于到了一座高大门楼之前 昔日门上也曾经是溜金刷漆 如今却是金漆无存 只落得破门求木 邪歪欲倒 都快塌了 敌工一剑 惊到如此说来 人人可以自由的出进 红残军赶忙说 老爷 人到拦坊 方圆百里 无安全之地 一出 听说这地方 很是不干净 实质 金屋西坠 玉兔东盛 即便是吃了 雄心抱胆的羌人 也不敢贸然 跨入此门槛一步 敌大人 点了点头 推门入 一瞧啊 往日一座锦绣的花园 齐花一草 宇家木锐 如今怎么样 遍地珍珍 一片的荒凉 满园不见 翩翩蝶舞 不听啊 痴痴的鸟鸣 唯有四爷黯然 死气沉沉 令人毛骨悚然 园中一条小道 通向了 深处 马戎啊 分开了 奴密的枝叶 让这个敌工走过去 请客之间 前面就出现了 一座高台 中央是一栋平房 只因为啊 多年没修 如今已经破败不堪了 房屋啊 倒是十分的宽大 想来昔日 一定是好生的气派 只可惜 现在只落得 遁臂残垣 踏顶树处 门柱之上 原有的花雕空楼 早已经过 这个风吹雨打 毁坏一进 高台前面 有一段诗经 已经是碎石啊 祖道了 残缺不全了 马戎啊 上了这个台阶 环室左右 没见一个人 于是高声的叫 门子何在 门子何在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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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子何在 门子何在 一个人都没有 唯有啊 空旷的这个院子 回音作答 无奈何 三个人 三个人 推门 而入 进入了 大厅堂 厅里也都是 满目的 消然的 但只见四壁 挥泥波落 角落之处 几张啊 桌椅 已经多事啊 缺背 烧腿 破破烂烂 马戎啊 又叫嚷了几声 仍然没有人回答 敌大人 轻轻的 在一张破椅子上 坐下来 两人 且去 园中四处 找寻一番 说不定 那个看门的二老 正在后花园当中 栽花 种菜 两人走后啊 敌大人 双手脱栽 闭闭神 细听 在这个寂静当中啊 有这个 阴森可怕之感 又一次的 向敌宫袭来 正在 沉思之间 突然一阵的 杂乱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马戎跟这 红残军 冲进了厅堂 马戎啊 这这 喘息未定 老爷 不好了 那个老翁啊 还有那老婆 早已丧命 暴尸荒原 啊 敌大人一听 赶快 引我前去一桥 二人呢 引着这个敌宫 到了 屋后高台的旁边 弹指剑 后援四周 均是 速速的松摆 中央一座 八角的小轩 几角处 有这个木兰一株 马戎啊 手指木兰 老爷 那边就是 敌大人下了台阶 穿过了草丛 走向了木兰 树底下一张竹榻上 躺着 腐蚀两具 身上 旧衣皮肉 早已腐烂 只露出了 根根的白骨 骷髅头旁 只剩下 两柳的这个白发 两人均是 一手抱胸 并排躺在一起 从这个现场判断 俩人呢 早已死了 好几个月 敌宫啊 俯身仔细一看 看将起来 这一对夫妻 均是老死而亡 其中一个人 先是死在 竹榻之上 另外一个人 没了依托 贫病交加 不如与老伴通去 顾此也躺下来 慢慢的就死了 赶快的命令 牙医 前来将这个尸身 抬到县牙 进行验伤 不过呢 可不能指望 能验出 别样的结果 你在这嘱咐完了 由这个洪参军 自己办理 敌的人啊 走向了这个小萱 但只见鸽子窗 这个窗帘啊 结构精巧 图样别致 足可见昔日 确实是个 优雅所在 如今只剩下 四面的光墙了 唯有啊 那一张 又脏又破 大话案子 仍然啊 在里面 敌的人一看 一手前 生前 就时常在此 小萱之内 读书 作画 三个人 离开了小萱 向这个园子 后门 围墙 木门 走去 马戎啊 将这个门 推开了 却只见 是一座 大院子 前面啊 一座 石头的门楼 隐隐约约的 于这个 簇簇绿叶之中 弯弯的 几顶之上 琉璃娃 闪闪的有光 两堵 这个树墙啊 分别的 于这个门楼 左右啊 两侧排练 敌宫啊 走进了 抬头一瞧 但只见 鼓门上方 石板上 明刻有字 于是 敌的人 默默的念叨 莫道 盘陀千里远 通心 直在 直 时间 他转过山呢 对着这个 洪亮跟 马荣 言道 此处 定然是 迷宫入口之处 瞧那上方 两行的 明文 旧 可知晓 洪三军 跟这个马荣 举目细看 只是摇头 这是 洪三军 言道 这草术 也是 哎 怎么说呢 太草的出气了 我竟然呢 嘿嘿 让他呀 给蒙住了 他草的我呀 都看不出来了 这敌的人 似乎没有 听见 洪三军的 说话 只是默默 站在那里 看着明文出神 扮上 高声的 赞道 好舒服 我自 寒传 苦都 出世为官 各种的 珍草 立传 也是 见了不少 但是 似这等 龙腾 胡约 腾盘 万绕 首尾 绵绵 变荒 莫测 至 狂草 杰作 还是我 平生 第一次 看到 笔者 名为 贺一 隐世 有趣 有趣 狄公 这阵 又低头 想了一阵 我一时 竟然 记不清 到底 在哪 听过 此人 没有 不过 不管是谁 此贺一 隐世 当为 盖世 神笔 古人称 书法 大家 为这个笔下 通神 赞其汉末 为龙飞凤 近日一见 此等 萧伯大作 不由得让我 心悦称服 李大人说到这 走过古门之时 仍然是连连的摇头 赞叹不语 迎面 感情是一排的古山 枝叶稀俗 高耸入云 这个树顶啊 笔连交错 遮挡啊 设下来的阳光 俩树之间啊 原石成牌 经济丛生 有如啊 一道道 高大的胸墙 树荫之下 满都是 腐之烂叶 发出了 阵阵的臭气 在这个右手 道旁啊 各有 古松一棵 形成了一座 天然的古门 一棵松树啊 下面 立有啊 背石一方 上面 相刻着两个字 第一大人 他们三个人 一看这两个字 眼前就是 一亮 好的 借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 上来的 下来的 下来的 下来的